画艺摄影,Pictorialism是一个19世纪晚期在西方出现的艺术运动 那它为什么会出现呢? 这里我想补充一个好像没有看太多人去提过或者强调过的概念 那就是艺术和纯艺,Fine Art之间的区别 简单来讲,很多西方院校他们有一个专业叫Fine Art 那这个专业学什么呢?其实就是学画画 所以在西方艺术史里面 纯艺只包括绘画版画和雕塑 简单来说,大家其实很容易把艺术史和这种定义结合起来 尽管现在在当代艺术里面 大家都在致力于打破纯艺和艺术 或者是Hine Art和Low Art之间的区别 但是回归到那个时代就是这种背景 所以当摄影在19世纪中期最早出现了以后 其实并不是被艺术圈认可的 他们认为这个就是用机器去记录现实而已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画艺摄影应运而生 它的动机是摄影艺术家为了让摄影这种媒介 能够进入艺术圈,在艺术家面前抬起头来 同时也能够接近于纯艺这个范围 那从艺术层面来讲呢 就是要在图像上面突破对写实层面的表达 对现实的表达 让它更具备美学意义 并且向绘画靠近 同时呢也引用了一些技术上的手段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薄金印象法 薄金印象法的重要步骤之一 就是要用刷子把薄金化学的混合物刷到纸上 那么在冲洗完显像以后 就可以看到刷子的痕迹 这个就跟绘画的笔触一样的 我们说画艺摄影呢 它具备几个特点 第一是它的意图是创造出和绘画 和版画类似的画面 所以呢它就要在构图和光上面下功夫 第二点呢就是在技术上采用软聚焦 通过梦境般的有一点模糊的这种效果 创造出艺术效果 镜头的使用方面就通过漫射材料 创造艺术效果 它有它有他们也可以操纵这个 在暗房当中的技术流程 比如说用薄筋印象法 咱们前面提到的 或者是叫幼秀印象法 创造出一些画刷的纹理 这一方面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 前面我做过一篇高谷轩 对安塞尔木基辅摄影作品的 各展其中也提到了这一些 了解到这儿呢 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在画艺摄影 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手工的参与 就是crafts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在技法上面 向绘画来靠近 第三点呢就是画艺摄影的创作主题 有主要是包括风景 人像 甚至有一些日常生活 它通常呢都会表达出一种情绪 一种气氛或者是一种心情 那当任何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 都会遭到传统派的强烈的反对 那画艺摄影也是一样的 纯摄影史圈子里面的人 是极其讨厌这种形式的 不过呢讨厌归讨厌 它的出现确实打破了摄影媒介 在创作手段当中的一些条条框框 让它突破了仅仅是用机器来 记录现实这种人们的刻板印象 画艺摄影的代表人物 我想先说一下中国艺术家 那就是首先被誉为 中国画艺摄影的先驱人物 郎靖山 还有庄学本 尤其还有刘半农和阮玲 当我看到阮玲玉这个名字的时候 一时间有点懵 我还甚至在那一秒想到的 其实是潘玉良 那阮玲玉为什么可以 也算是对中国的画艺摄影有功劳呢 是他跟他的摄影师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合作 其实是借鉴了画艺摄影这种手法的 那他的成像效果大大的促进了中国视觉艺术 在影视界的发展 刘半农是一个文学家 我们上历史课的时候学过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棋手 刘半农呢 在摄影方面也是很有建树的 他写了一本书 叫半农谈影 是中国的第一部讨论摄影艺术的著作 刘半农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摄影无非是分为青派和胡派 尽管他用来指的指代的是中国摄影 但是胡派这个词 但是中国的异象摄影呢 也是受到西方的影响 所以就胡派这个词 我觉得用来形容西方的 这个异象摄影 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画一摄影也有一些是画家转型过来的 比如说瑞典艺的英国艺术家 奥斯卡古斯塔夫雷兰德 他是1850年的时候出差去英国 在那个时候受到了摄影艺术的影响 并且他认为摄影可以作为艺术表达 而非记录现实的工具 不过我觉得画家跟摄影师之间的转型 和画一摄影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因为更多的方向上呢 还是摄影艺术家和绘画艺术家之间的一个对话 也就是说摄影艺术家尽量的把作品 做得像画一样 关于美国的画一摄影的代表人物 我们也通过分享一个故事 来跟大家说明 就是1888年 柯达傻瓜相机的诞生 一下子就在美国掀起了 全国性的摄影风潮 那很多的这个摄影票友 票友大家怎么理解 票友呢 其实他只不过就是非专业 非职业做这个事情的 可能他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票友的水平 有很多是不在职业选手之下的 那这些摄影票友呢 就开始成立俱乐部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摄影师 兼画廊主Alfred Staglitz 他成立的分离摄影派 Alfred当时几乎是所有美国摄影师的代言人 他们承认呢 外行的摄影爱好者 因为柯达傻瓜相机 导致的这种低门坎 使得整体摄影的水平 就遭到了社会的和艺术界的质疑 他们就主张反对 纯业鱼和商业摄影 为艺术摄影 进入纯业的殿堂而努力 后来呢 随着现代主义的发展 画一摄影也慢慢的就没落了下去 后来又出现了新画一摄影 或者叫当代画一摄影 不过根据我对美国这一方面的资料的调研呢 他还没有形成一个主流的艺术运动